之前我在这个群里边分享过一个激光竖琴的视频 演奏一段小猩猩给大家看一下 后来有两个老师问我这个激光竖琴如何制作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来说我们需要准备四组器件 一个是堆动控制器 再有是激光发射管 激光接收管 再有就是一个MP3的播放器 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工作原理 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激光发射器固定在一个位置 我们上边假设有三个 实际上来说我们可能有七个音符 我们应该有七组发射器 这个时候在下边我们去固定这个接收模块 也就是激光的接收器 我们固定在下边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激光发射器可以发出一束激光 然后让它照射在这个接收器上边 照射在接收器上边 那么接收器与谁相连呢 接收器就是与我们的这个Adeno控制器相连 下边还有Adeno控制器 然后连接到它任意的一个数字的Io管点上就可以 我们的目的是读取它的这个管点的状态的变化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有光线从上边发射到下边 打到这个接收器上边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管点可能读到的这个电瓶值呢 就是1 就是1 也就是高电瓶 那么一旦我用手去遮盖住了这个光线 也就是这个光线不能到达这个接收器这个地方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读到这个管点状态呢 就是0 那么正是这样的一个1到0的变化 我们就可以准确的判断出是哪一根光线被阻断了 其实这个判断过程就和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按键呢 按下和抬起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呢 既然我们能够知道是哪一个光线被阻断呢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外边呢 接一个MP3的模块 让它去发送发出声音 那么在这个模块里边呢 我们可以内置几种声音 比如说七种声音 也就是对应七个音弧 七个声音 那当第一根光线被阻断的时候 我们就去播放dol 那么第二根光线被阻断的时候呢 就播放dol 以此为推 那么对于这个MP3的话 如果大家不太了解的话 就去翻看我之前的那个有一个 导游机器人的视频 然后给大家去介绍过这个MP3 如何去连 如何去用 那么这个就是激光竖琴的一个工作原理